本期视频带来SS18赛季友谊转车局三雄争霸海岛胜负难料 唐旭携手郎伯敖战各路大神 有前职业退役选手LK74 更有对涛高手战神局战神度小明 最终谁能取得胜利先跟随七世死角进入战斗 全队战点研究所宿舍楼一个手机三个平板 1号是LK小二 2号实力不俗的小姐姐宋小宝 4号据说是余博粉丝 以水击 四败多米的精确标点 一辆合金龙骨一伞而过 而他正是兰博 四人准备对宿舍楼发起突袭 3号战神度 4号滚滚 兰博先是来到后三一探虚实 杭旭和滚滚直接贴到静顶房区施加压力 但是高手切磋你有计谋我有对策 短暂的停留却让他们知难而退 七世这边的2号宋小宝细节拉开枪心 兰博跟你讲应该是兰博 你们从这里的确可以看到宋小宝 驾驶载具往三头而去 无论物权大局 杭旭只能先行车退与队友会合 但是这一走给对方抓住突破口 这火力的确不可思议 前一秒还是满显下一秒被爆头击倒 队友的倒地含蓄很是不甘心 不想有任何的停留 继续加压载具以身放行 LK74这边抬起AWM8倍开进 瞄准目标扣动扳机一发入魂 原来是甜心小宝贝兰博 到底是倒了还是卡了 原谅我偷偷的笑呢 含蓄并没有因为兰博的倒地掉转车头 而是继续顶着枪林弹雨 试图拉开一条安全之线 可是 这凶猛火力让他们没有近身的机会 只见二号宋小宝已经冲锋在前 这可是一位女选手啊 被掏赛过骑士和鱼过 打法偏向进攻性 从战神度视角来感受下他的压迫感 天哪 战神度被远点枪线打残 只能以退无尽 蓝博刚刚站起 来不及打药再次被顺鸟双手 留下战神度难以扭转钱宽 其实抬起信仰之举 寻找八倍镜里的一发入魂 265米给了战神度单头一半 AK天花板 扛起AWM实力 只增不解 结束完这里的攻防站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不 对掏高手正式登场 画面来到小明视角 三人参编 把守着LK74的竞圈之路 二姨风采 小明和知秋 暂点假车库 上升局往左侧 拉开枪线 当他想悄悄推进到山坡时 瞬间感受到了火力欢迎 一具职业选手带来了压迫感 随着战场进入倒计时 LK74面对独圈的步步紧逼 只能带领队友强渣寡妇村 四人冰封两路先后推进 转停在围墙 但是这个位置比较容易吃投资物 正如宋小宝的标点 74随即风烟制造混乱 小明也没座椅代币 而是展开了投资物公司 小明的灵性攀爬 对方的精准顺暴雷 顿时尝血 本想躲在角落 包扎伤口 可是一看这局面就不对 果断退一步 免遭雷雷问候 小明的撤离战神局 一人独守空方 已经拉响了手中雷 轻声而动 随着双方的僵持 七十这边主动发起进攻 一颗烟雾丢在门口 吸听脚步声越来越近 本以为对方会强攻 不料人位冲锋 雷先动 趴在阳台的知秋 被精准知道 有了相对优势 还是宋小宝冲锋在前 当他进入防区的时候 就知道对战神局给溜了 战神局也是送给他最高待遇 可是位置的暴露 随即感受到了火烧的寂寞 进退两难 画面来到小明视角 本想趁机扶自秋一手 对方又怎能给他这个机会 被篮骚屏给劝退 翻窗而下 来到一楼听脚声 一波夭射对抗 一声倒下 S1OK不愧是进战神器 剩下最后的战神局 躲在小房间两面受敌 只听一声雷响的血量 拉伤警报 结局可想而知 LOK7次带领猛虎之师 一发露魂 再来一次爆头吊倒小汉汉 强势进攻取名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